開會 首先先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上次會議紀錄已經放在各位議員桌上 請參閱 對上次會議紀錄有沒有意見 每一件會議紀錄確認 向大會報告 今天上午的議程 繼續進行公務部門業務執行 先請登記第一位 正新助議員發言 時間15分鐘 謝謝 知識 我們的幹部部 我們這些國務院的政務官長官 大家午早 先請教我們的地政局長 請教我們的局長 目前高雄市 這個市民有些反應的聲音 我們的王局長 知道嗎 請教我們的王局長 請教我們的王局長 高雄市叫你把我們本會才議員動員在報告 說是條件多少 全高雄市平均是 平均高雄市的地價條件多少 平均是32.5 32.5 平均是 如果他六都在比例 我們同條件這樣是拜日第幾項 他六都 在六都裡面我們是拜第四的 這不太高雄市 你看看 因為高雄市和其他的道市不同 是農業社會 專業工業社會 到現在現時高雄館市 跟著不吃農 不吃兇 不吃工 然後就調到空中 這個地價稅調動 應該 我請你說 有人說民政局 是市府還是天下第一大局 還說第一政局第二大局 我跟他比作三關大地 民政局就在關心 所以就在天關大地 你在關地 你地母算地關大地 水日國水關 你做到 有地政局這個要調整的 趴手 當時你就有案 請教你 他這是 去年 去年的 大局兵役委員會 就通過了 兵役通過了 時 今年一月 施工科 所以它是根據 過去 三年裡面 我們的地政委員 根據大政部 暗示的科目的因素 跟大政部有一個 叫我們 這三個 今年 公國地下的 貂府 貂府 一定要 逼 不得地 三黨 公國現代的 貂府 所以不知道 三黨裡面 我們高雄市平均是三十二 所以我們是貂三十二 五十二 只有零點 零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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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 在 那就是 九年度 馬青府 執政師 來要求 各國 官司 在近年度 公國 地下的 條件 不得 這個價位在準年啦 準年你聽到啦 一百公三年 到今年就每一個歲月 中央 裡面說幾年怎麼用準年 怎麼用以前要放公大陸民主的事情 人家是萬壇新政府 不然你沒什麼事了 讓你過半接政 總統跟所有的國管支柱 民進黨整個客戴 所有的八世 很大當然喔 說要叫 我又說一句北京議的 表示我聽多管啦 又要馬而好又要馬而不知早 我不敢這樣說 因為我們台灣的國民免出事 這樣說就很煩煩煩 老頭好三聲一聲八二聲 就要派百幾萬的政府 你調整我沒意見 但是你這個事先跟市民先 股東先跟公佈啊 你若是要斷切下去平衡一下 欸 他們這個議員大家所謂比較高 我收到的時候都在那裡贏了 那我收到的時候都在那裡贏了 便當的那 那真的是用賊到沒有力了 你應該屬性地政 跟你說的 今天在家裡的時候 你就知道有案了嘛 是不是 你不是 你剛才 你剛才 跟本質 都沒有說在家裡 你就有案了 就有案了 欸 北京議我講 比較不遵用 台灣的 你就知道要條件多少 為何 不用把市民公開 下去 說明一下 給他的 心理想 就像這個人 中感情要使用 不可以說他 中感情 要慢慢說 要慢慢說 這樣慢慢 給這個民眾 心理想 來準備 我說這樣 你不確定 跟議員報告 他這 去年 他的公告 地下是三年 調整一次 上一次是100空二年 這次是100空五年 他會吹公告 所以在12月24日 如果不去 應該是24日 地下平衡完 平衡完之後 我們就發佈那種 新聞告 讓大家知道 說今年 公告地下 調整的一個 那個幅度是多少 那時候就有公告了 也跟他說 調整的 反而 的重點 是放在哪裡 所以這個 在新聞告裡面 交代得很清楚 只不過是說 今年 第幾歲是今年的 在一月 比較聰明 所以在 幾年 發佈新聞的時候 到今年 第幾個公告的時候 大家一般 民眾 又沒有感受到 黃區長 我不敢說 北約到一千 我是特首 那些交代 調整的 我是全台灣 為的 交代 調整的 北約到一千 我跟他說 的含意 就是說 因為你叫這段 不夠的 真正的市民 因為我身為 一個媒體 的工作者 所遇到 就是說 不免許廟 蓋館 我說這樣 意思 我們可以來 拿回來 不夠的 因為他不知道 要蓋館 你應該什麼時候 像這個 蓋館 要蓋館 升公布 當時要蓋九角 當時要錄五角 你那個什麼時候 沒有調整 我請教究竟 你這個 地下的調整 之後 還會影響到 一般 以高雄市 來說 的經濟民 會 跟電議員報告 純粹就是地下的 水 我現在說 地下的水 開整之後 有影響到 高雄市的 經濟民 有嗎 一般來說 民眾 他適用 地下水 是基本 稅率 跟 自用自退 就已經減 98% 其他2%的人 其他2%的 那個 土地收益 適用到 比較高的 稅率 所以他們 教的 主要 和一些大地主 是都在這2%的環圍裡面 所以這樣調整的時候 也要去啦 有些 把大地主 成為 成為 沒聽 他們 轉 他們 把這個 都在他們 做金裡面 所以 多少應該有影響 我不覺得說 沒有影響 絕對是 多少有影響 局長 你和我的這個人家 有天安之變 有很多人 差別 地下水 開清後 我都清楚啦 我跟我說 我都在電台 在取消東西 我也是 十幾隻電台 全國聯報 做了 三十多年 所有 全台灣 涵蓋 高雄市 會一般 這個 經濟買東西 跟 三邊的取消 全部 找到 怎麼沒用的呢 你說那個2% 我就想不到 這個議員 都賺到那個2% 我 只有那個2%而已 那個 切割 幾千塊 我記得 七八千 五六千 他現在在開支 就會比較黏 台灣的 教教你聽到 比較黏嗎 有啊 比較黏你聽到嗎 我不用再做音 樂意黏黏黏黏黏 我像幾個兩樣的 就再做音 開支會比較黏 買菜會比較求 本來魚這樣 三十多年 用他切半斤 他就給我切五斤 所以這個 經濟民眾 完全去 聽到 高雄市 影響很多 我會隔壁飯店嘛 那飯店 回去收民宿 就只有說有應用 沒開的應用 還沒有應用 本色對著 說這個 條政地下基因是 馬政府實在 你怎麼說 給這一的台灣人 去啦 而且 橘青興沟通 心理最有準備啊 阿議員 其實還很多 空虞的空虞啦 啊 怎麼 求 puke 哪是 求 求這個 這個地價稅 這位竊竊真的是 必用的貼拎 還有人的感覺 因為所有的薪水沒有錢加嘛 不如普通啊 剛才向台高威 三丸白一百二塊 地價刷去 我們拿一支金工材 為何他講下去啦 那這個地政國警我又勤告你 你說那個吉他有很多 而且這個條件開 這個地下稅中央財政部長公開說這是地下稅 你收拾開後還有國庫做什麼用途 中央政府你每天說 他拿給地下 這是地下稅 你跟母國籍開到哪裡 來 注意好嗎 開支 我們的因果算地下稅條件 你這些議員要開到哪裡 來 局長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定議員 他這裡基本上地下稅是地下稅 但是他收益是整個市口裡面 由市庫裡面統一去調度應用的 這種財政局 他跟主業處的稅出稅入 他的調度的部分 這就不是我管制範圍裡面 可以跟議員報告的 實在 我們這個問題有夠可能 現在議員擦著幫前的議員 議員 那就真的天擦地啊 以前議員出了走有風啊 我現在議員出了風 農住就更會 這次就更會 主席 我說我真的沒有啦 以前議員在走有風呢 現在齁 現在齁 我們就要賣夠了 好不好就撤完 這個主席 你知道嗎 所以對著這個政策 當然有人贊成啦 我身為民進黨的行願 來調整到地下 政府的政策我沒意見 但是我把這些八成說明 我非常不願 要抓他請我 你也要統帝一下 知道是 換到隊一條 來請客啦 來請到我們的幹部局長來 對局長來 國務局長 請到我們的幹部局長來 我們這個圍中的哪在聽 那個圍中的哪在聽 那個圍中的你怎麼會聽 在我們的消化區在聽 圍中的有在抓到辦關稅務 請到就叫一個來 局長 大家好 謝謝主席 謝謝 鄭議員 有關 違建的部分有抓辦關稅的部分 我在說圍中的 圍中的 這個部分我沒有了解 這樣看他過了 這樣就是真正有意見 這就得 我三百里的老少爺 你們在同聽那是不是 你們說我會主席人 這樣說我是要問為哪裡 你為中的在聽 我不是為中的 有在叫辦關稅務 又不是你的單位在叫 不然都沒有人家 不然我這一邊一國的 我們在這裡把曾議員報告 就是說 我不是說大部分 辦關稅叫求 你 整個叫辦關稅 你們聽才有聽 這樣怎麼會理 我們建立部分 都按照建立法 和技術規則來處理 另外 我們違章建築的部分 我們哪按照違章建築 處理要點 再做處理 這個局長 本身沒有其他的意思 我是要給你了解 你去聽 來照國法議行事 本身沒有意見 但是這個為中的政府 我們要訂的錢 要把他叫辦關稅 但是 如果為中他們 怎麼下人去在聽 這真的 道理最難看 現在我們在聽 現在議員 不能這樣說 他說明天就上網 那就是非常議員 你跟他說聽 聽說聽說 隨時 是說這次做了 我沒辦法做了 我沒辦法算了 你敢知道 現在拿來拿稅庭 你這你也就要 稍微把他切齊 要一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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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人聽 我們不會犯人聽 在這邊報告正義員 議員跟扣稅金 又跟人聽 怎麼會你呢 我五六二 我是六十四 在這邊報告正義員 那就不要違章就好了 對不對 不要扣稅就好了 結果這個扣稅金的事情 你說那幾個 他就去 人家就不要打賣就好了 這次人也不會 試吃到正乎做 這不能這樣譬如 你做九九歲 可以說這個話 一句 為中不要去 就不去稅金了 這樣就 這樣就 大家飯不要吃就好了 所有 二十二K 念他就有錢買錢了 你說那算是 人家在說話 我這樣說的意思 你們這個 這個國保門單位 你 採政教會好 其他稅金照片 你們照相照照 你不會說 這個為中的 下廉跟董結 這個 這個 稅金不能夠收 你如果不可以把他扣稅 我沒意見 你稅金照相 頭前嫁 這就不一樣 金公董的 這也是一個抽籤 你才可以說 如果為中的不要去 那你飯不要吃 明天才去你都不要吃飯 這不可以相提並論 你用這樣 你用這樣 比我 信義 你聽不懂 我怕你不可以說 市委 比論這樣是信義 你聽不懂 我的意思是說 紀元 為中的 就 我們政府已經買了 他聽 但是 你稅都 時間 再兩分鐘 謝謝 喔 主席你如果不得到這個 他會說不得到 心情你也不得到這個問題 你要幫他聽 還要把他招 這也不簡單 你連下一個 沒有 本省有跟他要去 怎麼 這我哪把那個 曾議員在這裡補強 報告一下 這個 這個房屋 這是我們客 他的房屋的使用稅 對 據我了解是這樣子 我很了解 我請你跟服務這個 服務到不夠快算了 這樣你聽不懂 我想 我們客他房屋的使用稅 是說你 要聽進行 不光說你的 所謂 要聽為中的 就要給你了解一下 這有六稅金 我們轉的 還是有六斑關稅 來 一般這個稅 你不知道 你就負責 沒有負責 一般的說 就是說 你在房屋 在使用的時候 跟委員這個部分 應該是 聽開的 我說的意思 你這間 如果紀元 尾中 還要同聽 人也拿稅 都來給你看 你要怎麼發生 我們也是按照 違章採取處理要點來處理 而且 維護到公共安全的問題 也馬上立即處理 你不用說這輪車是 尾中的那個 鐵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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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鐵無的鐵無的 鐵無的 鐵無的鐵無的 是不是啊 所以我們政府的官員 宋太宗 當然說幾句 李鋒李六是民志民國 在座所有的都是高雄市的市民 賺回來的22%的雙金 有哪一樣 帶人民來去想一想 我再問一問時間到了 請教你 辦官啊!幾年過月沒請 什麼 辦官 這不是賊同學 你也要請官員 有誰去請你 在外出賊同學 辦官幾年過月賊同學 你得到 來 請給你 你說辦官 那是有折就的問題啊 我想這應該是問這比較專業的 這個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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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想 這麼說 了解 好 教長 比itt 文宴 看你這麼多 themselves 你們真的有犧牌 有柴 有 有 這個 有 你就要求 有兩個案子 就 要求你 展現 XL shirt 虹 的 這 不是你 任內的 就是因為 不是你任內 我才要考驗局長能不能夠挑戰特權 挑戰很多壓力的一個部門 好 我說那個部門不是你們的公務門 是民間的 好我現在提出這個 哇我這個相片 簡宛中議員很上相 人家比我那麼大張都看不到我都看著他 好 這個案子呢 是我跟簡宛中議員在去年 去會看旗津區 南善里 南善巷 七之一號之七的十一號 道路狹窄 沒有打通 他是都市計畫道路 那 目前呢 這個居民 那這個居民呢 是朝著南北方向的通路都不通 他都走行動 這車是沒辦法在賣 好現在我們站的方向 這一邊 就是北邊 這北邊有一道牆 好 那南邊呢 南邊因為今天我沒有要講到南邊 因為這個坦白講這個經費太大 可能一下子要請局長拿出這麼多錢來的話 我覺得是為難的局長 但是南北兩邊都沒有逃生路的時候 在政府的緊急的狀態下要優先拆除 就是要打出一條通路 讓這些居民在一個 防災跟逃生的巷道的時候 突然意外的時候 他有一個方向逃出來就好 所以我們去現場會刊 也看出來是北邊這邊的經費最省 南邊這邊可能要很多錢 所以比較困難 因為也有樓挖住 那麼我就把這個圖呢 好現在本席站在這裡的 就是往北逃生的一道牆組住了 這道牆 好 那這個路是都市計畫道路 好 那這個圖呢 提供給局長參考 這個圖就是我剛剛有曾經講過了 那你們做出來 這個圖是你們做出來的 那這邊是往南 這邊是往北 所以這裡的居民呢 他有分一二三四段 但是這裡 這裡有房子太嚴重阻塞 可能機會非常大 那這裡呢 往南這裡呢 我覺得陋居在底的住戶呢 是可以往這邊 可以往這邊走 那南邊這邊可以往這邊走 所以這邊的人怎麼辦呢 所以他他往這邊 就往這邊 那中間這一部分 所有的人沒有地方跑 這裡都是住戶 那往這邊呢 你們的估價 是私人的土地 這十八萬而已 地上部 五百五十萬而已 本席跟 煥中啊 議員啊 我們在五月七日去年啊 在新公處 同意從這邊的地方 先行開闢 到現在 都沒有燈當 好 這個 我們希望 局長 在我們 本席在這個質詢的之後 待會兒你再答覆我 我要看一下 我們的趙建橋局長趙鐵頭的魄力 這樣 幾百萬而已 說沒辦法 讓我老百姓 救世了 一道牆而已 好 第二個呢 更嚴重 人家說喔 佛門之下 這佛門之下 是在剖道中心 是剖道剖道的 剛出在這間統法師 後面我不知道 不知道多少 多少的 少天的 六龍的這些 財團在這裡 我不知道 非常嚴重 你看 他把他前面 他頭前應該是鳳林路吧 他頭前整理到五九歲 好 你看看喔 很漂亮 局長你看看 這是領域啦 我相信通過一個佛祖主婢 不要這樣做 但是發白的主持 卻是在我們的政府 有變成一百零三年 開票道路的時候 像用手 你看新舊 你就知道新舊違建嘛 新舊違建還更加增加起來 這個不是你趙局長的任內 五六檔啊 真正五六檔啊 所以本是今天 要請中協長主持公道 叫這些社區居民 好 我現在再直過來 這道牆 就是通法師 雕工圍起來 做外町的通行 這社區住得溫溫溫 因為我們的鏡頭 不是一般專業人 所以我只能把它顯示出來 這就是通法師 這條行是通過 它就像這樣 圍起來之後 儲出了 我再明顯讓局長再看一下 好 你看看 它這個東西像 剛剛圍的牆 就是這裡 從這裡 繞到這裡 好 這裡整個社區 這裡都祝福 他們是願生代道 他說 政府找不到一個 有正義公道的人 所以這裡就阻礙 原來這個是舊的 這個是新的 好 局長你看到喔 這樓都開了對不對 好 我就一直給你看 103年 市政府編定的這個道路開闢計畫 M型的 好 這是市政府開闢的 好 任何南街這裡 我給局長說 這是副公所 任務 任務 以前鄉啦 任務副公所 都在這裡喔 我不是比這個房子 就說這個圖的後面這裡 好 所以 為了之前呢 103年 開闢 M型的 好 你們都開闢完成了 103年 開闢完成了 到這裡 L 突出來 藍色的部分 局長 你看到了吧 這個就是通法式 圍牆阻礙 這裡有沒有 這裡牆在這邊 就這樣 就圍住了 讓這些任何南街 這27行家的所有的這些租公 沒有法度 通行對這裡 相通 站在政府的公共工程的開闢 沒有人這樣開的啦 所以我認為說 通法式 我認為 站在一個佛門之道 他不會說 照理來說 應該是要主動 把錢包弄掉 讓社區這些基民 可以出立 補救座路 是不做 要人做的公典 要因此 倒閉 朱旗倒閉 把他抬起來 這個時候 要靠誰啊 當然靠高雄市政府的公存力 還給人民公道 要行使正義翻轉 所以我請趙局長 你待會兒答覆 像這樣的狀況 是不是應該 這是抵觸道路啊 這是已經編的預算啊 就要到這裡停下來 所有的人走到這裡一看 說世間有這種的 喔喔 這通法式是怎樣 這不做 不做是怎樣 煮米線比這個重點啦 所以我認為 呃這個部分 我很嚴厲的要求 市政府公務局趙局長 應該秉持著公正的立場 就是要害這些社區基民 也要善待對 103年開闢的預算 這個執行力 一定要完成這個開闢 好 前面這兩件 就是 站在我們公共工程 抵觸道路優先開闢 必須 符合我們要優先開闢的 這樣 來 請你答覆 你怎麼做 請局長 堂夫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 任何公務人員 任何公務人員在公部門執行 一般的行政業務 都會很平常心 而且積極在執行 並沒有挑戰任何特權的味道 這邊要特別來做一個聲明 議員在關心 議員在關心說我們既定南山行 剛才在我們的照片圖看 不管是鄉南還是鄉北都沒有同路 所以議員要建議來做開闢 所以其實開闢 基本上就是 這個路段 有沒有涉及到公共安全 這個路段 有沒有其他的替代道路 這個路段 在土地徵收的時候 有沒有經濟效益 其實我們都秉持這幾個原則 來做一個道路開闢 要開闢或不開闢 政議員在說到 我們通法市南河街27項 這個問題 其實我如果在現場看過滾變 通法市 政府開樓開到這種型的感到 所以通法市 我也跟那個市房制住室 也溝通了兩次 在現場大家看到說 尤其我們 我們在這條路的北平 一定屬於建層區 就是我們主體區一定有建築物 有哪有人在裡面在住 所以他幾年前跟現主席來比較 是不一樣的 是不一樣的 而且他三年前 兩三年前 我們在這個路口的頭前 或是路口的後邊這裡 兩邊都開闢 住在中間還沒開闢 這個部分 以我們安全的角度來看 以我們交通順暢的來看 應該要趕快開闢 所以以新康處這邊 我們一定在含著做一個土地協議架構的協商 目前在做這些行政的作業 以上這樣的報告 好 謝謝趙局長 那李喬如就盡待我們趙局長 展現真正政府的公權力 還給這些社區居民 應該有的生命財產權消防的保障 接下來最後一個議題 待會兒主席你這裡 也是還要給我一兩分鐘 這很公平 你剛才給我先做那 那最後一個 我要跟趙局長講說 局長你的理想 你的理念 其實到現在 我都沒有私下 去跟你做一些 什麼高雄錯的一些 特別的一些 要怎樣疏通 要怎樣我都沒有 為什麼 因為我很清楚 趙局長 我看了你28年的公務生涯 你對公共事務的堅持 執著跟理想 我都尊重 我都支持 那名義代表呢 站在人民的權益的平衡點 我們是跟你們行政業務的公務人員 是不太一樣的 我們必須兼顧了人情 這個部分 跟公共安全的部分 我們也都在考量 所以針對你們 新的推動高雄錯 我支持 但是我也曾經提過 高雄錯一定要相容 沒有關係 那反正手法嘛 本地都要收穩了 那高雄錯在實行的時候 那是要申請指導的 對不對 局長 你答問一下 局長答問 高雄錯要不要申請建照 對 好 那申請建照之後 要不要 要驗收到 時間再給兩分鐘 謝謝 謝謝主席 那 好 我建完了 我要不要 通報你們驗收 拿使用指導 要 要 那請說 好 接下來你就不用把握 我會做要求的事的 那 局長你就要關心一下 現在有一點 我要建議我們公務局 一定要 你們的行政業務 你們要怎麼執行 我尊重 但是過當 就會惹 民怨 過當 就會讓民意代表 面對自己 民意陳情的時候 會有相當大的壓力 就是這樣 人家在申請高雄錯 有拿到建照 但是我不知道 那是不是 加工 公務人員 是不是 因為沒有打客 但是他們在申請建 你準我了 我在建高雄錯的這個當中 他說 他是市政府 公務部門的人 拿到一張圖 一張 都來看市道 人在裡面 都來順市道 這樣對圖 這種的方式叫做過大 為什麼 因為剛剛我有請教你 局長 你不是輸過嗎 你申請建照之後 最後使用執照核發 核發 核發 核發是要看現場 還是文書的 你說明一下 要現場吧 現場 一定要在現場 是嗎 要看 看不看不看 不看就要講 對不對 對 你這麼多 你這麼多 所以我在這裡慎重 拜託 你不要讓我 做議員 這麼為難 這當中 你讓他去 核發 你要撩得多 你們家的事情 但是他要申請 我這條 我國務院的 體肚要來對 不可以 你就是做你的行政處理 但是 不要在他興建的 過程裡面 我都還沒有完工 你一張圖來對市道 我也不知道 謝謝李喬如議員 深入用心的這個執行 謝謝 下一位請 減幻中議員 執行 時間15分鐘 謝謝 好 謝謝主席 那公務部門的市府官員 大家早 今天的質詢 大概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 公務局 那第二個部分是 都發局 那我想說 第一個部分 是想請教一下 公務局 趙局長 如果說在公園裡面 你先請坐 在公園裡面 如果發生一些 違規 違法的事項 責任歸屬的問題 好 就像 我想問一下 高雄市的公園 的全職單位 是不是大部分都養公處的 那 第二個問題 高雄市的公園 可不可以用明火烤肉 那如果說我們在公園裡面 烤肉的話 是警察單位進去勸導開單 還是誰 那如果 騎機車進公園的話 警察可以去開單嗎 還是由全管單位 那這部分是請 局長先做個簡單的回應 請局長 高雄市 在公園烤肉的部分 那當然我們的同仁 會給他欠到 當然烤肉會 是公務局的同仁 我們養公處的同仁 會給他欠到 好 那騎機車的部分 騎機車的部分 也是我們養公處的同仁 好 局長請坐 好 好 那在這邊我還是 先做一個善意的提醒 因為 如果說公園不能用明火的話 因為 騎機的海岸公園 觀光局有在那邊開闢一個露營區 如果你一個露營區沒有辦法用明火的話 那這露營區存在的意義 可能就必須要做一個檢討 好 那第二個部分 這個是 因為寶可夢的關係 這是目前騎機風車公園的亂象 那我知道管理單位不是養公處 是水利局 好 出問題的不是遊戲 出問題是使用遊戲等等 好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騎著機車 拿著手機 開始 開始 抓寶物 或追 抓怪等等 那接著 風車公園已經變成一個機車停車場 好 那如果 養公處的公園遇到這樣的狀況 我不曉得局長會怎麼處理 是 會 跟 警政單位一起進去開單 還是有你們 養公處的同仁進去做勸討開單 來 局長回答一下 有養公處的同仁來欠討來開單 那當然那個警政單位在旁協助 那當然是最好 好 謝謝局長 所以說 我在這邊可能還要再重申一下 就是 也是做個呼籲 因為我覺得 手機的遊戲 出問題的永遠不是遊戲本身 是使用的人 好 因為 奇經的寶可夢的一個亂象 造成 當地居民的一個出路的不變 以及當地的公園一個亂象 那我這部分也是 呼籲市民朋友 如果 你要去 可以 可是拜託一下 你手機車也不要再打掉 好 因為整個風車公園你就看到 不是風車在跑 是整個機車在那邊跑來跑去 這實在是很誇張 好 那接下來的議題也是跟 公務局這邊做個討論 就是有關於 市區的一些車主 跟公園的一些車主 那 這個是我在一個日本的臉書看到的 他們是 無法理解 在聯池潭那個門口 的附近 有放這兩個車主在這邊 那另外 這個也是在奇經 騎經的這行車道竟然有出現 這樣子 五個車主的狀況 那 我是覺得這 是不是可以再做一個適當的講 因為你看這邊 我也知道 車主又跟市民朋友的使用交通習慣又有關係 因為 我們的市民朋友很喜歡使用機車 我們不適當的做車主的話 機車可能就會像現在的亂象 在風車公園裡面爬爬爬 可是 使用過量的話 那又會造成整個通行上面的不便 那這部分 是不是可以請公務局來做一些檢討一下 就是說 關於我們車主的部分 再做一些重新設置 這部分請局長做個回應 報告前議員 有關我們公園綠地的車主的設置 那是依據我們內政部在103年所頒定公園綠地 那個障礙設置的辦法來做處理 那當然有時候設置的過當 有時候太密 有時候也不見得好 所以 這個方面 我們願意來評估來做一個檢討 好 謝謝局長 我還是希望就是多點宣傳 因為畢竟 高雄的自行車道其實在全台或全世界上 算是很有名 那如果說一位站的車主 我會覺得失去我們自行車道的一個優勢 那另外也是要讓市民朋友知道 就是說 你自行車道上面 你計車就是真的不要進去 好 那 接下來的部分 一樣 就是剛才回應到 剛才那個李翹路議員他也有質詢到 就是 有關於那個情境區南山里 南山下我們兩個辦了共同的會堪 那 4月8號我們有一次會堪 那 5月7號我們有第二次會堪 那剛才局長 也有做一個回應了 那我現在還是要提到的部分就是說 在古山區古山二路178項 同樣有這樣的問題 就是 整個社區的通道 因為當時的都市計畫又或一些相關的規定 造成繁殖戰的一個突出 然後變成說 包括救護車或消防車都無法正常的進入 那這部分在5月7號我也跟李翹路議員在現場做會堪 那 針對這兩個議題 是不是再請局長再做一個回應 謝謝主席 謝謝主席 謝謝前議員 剛剛那個南山那個部分 剛剛有講過秉持三個原則 以古山二路178項也是一樣秉持三個原則 另外一個就是說 只要說土地是有權能 他如果願意提供無償先行使用的話 那當然會優先來辦理 好那我想這部分可能再請局長這邊多費點心 那我們這邊一起來坐 局長請坐 好接下來就跟杜發局討論 就是大概有兩個議題是過去我所關心的 那我想了解一下進度 第一個是金馬賓館 金馬賓館也在我們古山路那邊 那我想 這是過去如果在台灣當兵要去金門馬祖的人 如果你要在高雄搭船的時候 你可能會在那邊度過 如果在本島的最後一晚 然後隔天可能就搭著戰艦 然後去金門或馬祖 這是一個讓人家可以充滿回憶的地方 那我在上個會期也有問過局長 整個進度內 以及目前杜發局的整個使用狀況 到底進入到哪 什麼時候我們可以讓金馬賓館 這個充滿歷史回憶的地方 可以再重現 這第一個問題 那第二個問題 我想跟局長討論一下就是田丁倉庫 田丁倉庫在哪邊呢 田丁倉庫目前是在我們河西路那邊 那簡單來說 過去這邊就是現在的鄧麗君紀念館 那已經搬走了 那它這個是沿著愛河 那田丁倉庫為什麼會有田丁倉庫 1932年拍攝的 其實蠻漂亮的 那接著我們來看一下它的空照圖 也許站著相對位置大家就可以更清楚 這邊是高雄郡 這愛河 這是河西路 這是鐵倉庫 未來 我們這鐵路要抵押 未來 我們有輕軌二階 也會經過 那我想在中古山這邊 以及連接這邊中都師弟 我想我對於田丁倉庫這邊我充滿了期待 畢竟田丁倉庫可以順利的留下來 也是當初市政府在市府裡面 也有一番的辯論 因為有人主張要拆除 有人主張要留著 那我很感謝 贊成把他留下來的市府的官員 讓這個倉庫先留下來之後 那我們也發現 慢慢的有很多文創的人 跟一些店家在裡面做一個轉化 過去也許他那邊戰亂不堪 可是現在有人願意投資 有人慢慢進去 那我所期待的是 在未來鐵路地下化之後 以及我們輕軌二階經過之後 這邊是不是有機會可以成為 古山第二個亮點 他南邊他可以連接哈馬興的鐵道園區 然後這邊可以連接中都師弟 然後在北邊的話可以連接到美術館 那我知道都發局 我們都發局很認真很努力 像今年他們爭取了哈馬興 跟文化部那邊爭取一個七億的預算 來整個改造整個哈馬興 那所以說我想在這個部分的話 都發局有沒有什麼想法 可以讓田津倉庫 是不是可以 也許可以慢慢朝向博的方式也好 或說有另外一個經營的方式 讓這個倉庫群展現它的特色 這事情都發局長回答 請都發局長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檢議員 謝謝檢議員 關心那個金馬賓館 跟田津倉庫的一些狀況 那跟議員這個說明一下最新的進度 因為議員上次很早之前 就有在關心金馬賓館這個事情 那我們也經過大概一年多 將近兩年跟國產署跟台鐵還有軍備局 就金馬賓館這個多次的協商 那總算在上個月 那國產署同意跟市府的都發局來合作 那合作的目 我們未來將採所謂的有條件的招標 那現在正在準備所謂的招標文件 預計大概我們快的話 這個月就可以正式對外來去招投資商 那它的方向事實上是也是 希望說我們能夠扶植一些新的產業 那它可以是人文的聚落 它也可以是一個共同工作的一個空間 那它更可以是主題旅館 尤其是針對那些過去曾經在這邊駐足過 停留過的這些國軍弟兄們 那也是希望說透過這一塊的一個新的使用 那它可以活化古炎的老城區 那又可以串連博二 又結合壽山動物園跟周邊的景點 那更何況是它未來它前面就會有 我們輕軌的二階會經過 那至於那個田丁倉庫 議員講的沒有說 它事實上是日治時期就存在的建築物 它的倉庫是因為鐵路運輸而產生 那可是以現在狀況來講 過去曾經是有鄧麗君的那個紀念館在那裡面 那裡面有一些家庭工業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工業 輕工業的生產 那環境坦白講也不是很好 那裡面總共有22棟的倉庫 它是22棟倉庫 那據我們跟台鐵這樣了解溝通多次 大概22棟倉庫目前是將近是滿租 有21棟目前出租中 那它裡面的進駐的產業類型也不斷的在演變當中 就像議員所說 所以現在裡面除了說原本既有的有的已經離場 那有的是有新的 包括說有建築師事務所 有設計的公司 那有類似像那種木工老木建 然後去轉成木工的工藝品 那還有一些新的這種未來可能是還滿不錯的 那可是在那個之前我們也跟台鐵這邊 還有跟市府我們公務局養工處也非常幫忙 就是先就環境去做一個整備 因為它過去可能比較凌亂一點 所以我們大概有請他們跟大家一起做廢棄物的清理 然後還有區域內的一些土溝的排水的重建 我們希望說也不要因為這樣子低蛙 然後積水造成滋生病美文 那再來我們也在第一線 早期如果議員有印象你經過的時候它有很多的這些結構物 包括說雨澤 雨澤然後管線路什麼比較亂 所以這些副掛物我們也請台鐵把它清除來恢復那個原貌 那我想未來我們會繼續跟台鐵來 來這種一起來合作 希望說也是能夠根據這個地區的所在的特殊性 再讓對面又是中都以及唐龍鑽窯廠等等 又是在愛河邊 我想這個未來是一個非常具有潛力的一個區塊 我是比較期待啦 就是說 因為在 在漢馬興的鐵道文化園區裡面台鐵它的狀況是 我不曉得它有沒有一些壓力 所以它對於一些廠門的出租是稍微有點草率的一點 那所以說我比較期待就是這一塊 是不是有機會我們市府跟台鐵那邊好好去談 包括文化局也揭論到彼此展現出彼此的一個誠意啦 不要讓台鐵就覺得說好像都市府都搶在他前面 他其實他也想做些事情 也都沒有辦法去參與到 所以才會發生上一次漢馬興鐵道文區 他就急著把一些倉庫給租出去一個狀況 那這份再請都市府這邊多用點心 因為我想既然哈馬興那邊 你有那麼有能力可以爭取大戰七億的一個預算 那所以我也期待這邊是不是可以 有一些預算可以進去 然後做一些基本的像你講的環境的改善等等 那之後我們再來輔導內部 那我是很期待說 這邊是不是有辦法成為中古山的另外一個亮點 這邊是不是再請局長簡單的回應 我想台鐵的部分針對未來新的入住 因為它原則上是三年一租 那很多是長期的 那有些慢慢置換掉 有些在做倉庫使用 那我們會跟台鐵 我們已經開始跟台鐵在針對說入住的這些活動者 使用者 盡量就是慢慢往那個大家所期待的那個方向去做調整 稍微篩選一下 那至於外部環境 因為它這塊基地在古原國小北側那邊 坦白講它現在還有52戶的居民 是原本的佔用戶 可是它現在跟台鐵有註約 那這一塊坦白講也 裡面也有一些是弱勢住戶 那所以整區來看的話 我們還是需要大家想一個辦法 也要照顧到這些弱勢的民眾 那倉庫群我想它值得有更好的使用的方向 那我們來繼續跟台鐵來努力 謝謝 謝謝展望宗議員的質詢 下一位請蘇緣成議員質詢 時間15分鐘 謝謝 謝謝主席 謝謝主席 那位公務局 我們這個 北宣公 宣公廟的那個所在 就是 道市局也減透了 就是他們的火 開火通過 就是要蓋一個圖書館 正式的圖書館 道市局也減透了 他們在邊境道市局 那時候 許智傑當宣公廟市長的時候 這個案子 在道市局也減透了 工作那邊有過 當然跟管政府這名家的時候 對不對 都督到 要 附帶條件就是要拿到 湯青 湯青要文化保存區 要變成國人 要拿到湯青的董事書 當然經過 我那年的努力 對不對 到那裡董事書有拿出來 他不拿出來的理由 就是說 我們文化保存區 你能夠蓋成什麼 你如果做公園 變成公社的 不可以蓋 到那裡 本市局和和平昌 現在當市長 還跟他早總 不然 他通訊有同意 他們的文化保存區 要變成公園 當然 在這個當中 要在早總的過程當中 剛才剛才 剛才有王春 當時叫的訪問檢討 在做處理 當然 這個當中 第一砍是國人的開票 國人的開票 現在在國人的開票 沒有四成 現在已經開票 開票 要到八成 九成 所以 在這個情形 對不對 就是說 因為 國人的開票 已經有到那個 面積了 所以就沒有這個 沒有七成 這個 所以是這個情形 對不對 就是說 就是 那些 都市議員 那些 都市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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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等於他們 大概是公務局 在做公園 他們可能有反對這個議員 對不對 我是說 紀元的 政府做不夠的地方 政府令你不夠的 讀書館很欠 他目前 現在說 做讀書館 政府很欠的情質 郵廟來 在你們 便經後 郵廟給你們買土地 買文化保存區 買土地 買後 郵廟出錢 來 去 正式的道書館 沒有 就費用 沒有條件的情質 提供給 我們附近的孩子 這實在很有意義 管理 有的沒有 都是郵廟來出 因為廟的錢 也是來重生的錢 我們政府沒有 改調 去到 那個道書館 有夠符合到 我們的市民 我們的市民要求的情質 由這些 公益單位 對不對 來做公益的時 來配合政府 來做這個方面 我覺得是很有意義 因為 他們那種書館 對不對 是疑惑難受 尤其是 到這個科學時 真的很多時候 在那裡拜堂 真的看起來很可憐 我們未來的 這些人 都說賣 都在那裡拜堂 你今天 你如果說好 你如果不要佩人家 不要給他們買 給他們賣 那些錢來蓋 不然這樣 你們用國宏的百分之十五 的工 那些人要去擠 沒有你蓋 你蓋 你蓋 蓋後 你交給廟去管理 所有的費用都給廟 這個可以接受 因為重點 就是我們這裡 市民 有一個舒適 有一個空的環境 對不對 來托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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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個意義 是真好 沒有要先錢一切 對不對 還要跟你們變形 來買 我覺得這是一個 值得去住長的地方 當然 我也常常說 那些局長 以前做主庭的時候 那些工 開票的那些水 所以我現在出來 我也常常說 我們開票工 工具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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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事實上在談 跟那個市民 常常說這個 對不對 是不是學變前 學變前的問題 所以說 這個對我們的 後來有好處 有什麼 所以局長 這個你看看 你跟他回答一下 不 你回到一起回答就好了 後面還有嗎 有 地震局這邊 公告現實 公告地價提高 百分之三十幾點五 對不對 到底對地價稅 是用市場來換算 和條證有關的 因為 台南 台中 有都有人在工具 地價稅條證有關 但是工具地價 以前是依工具地價來調 來 在那個 殘戈來換算 這個地價稅 對不對 所以待會你回答一下 對不對 就是說 看 到底影響到什麼程度 我沒有希望說 百年在工具 我們高雄市 還有人來工具 我們的市民 我們的市長對不對 民調 都是全國第一名的 但是你還給我們工具 這時候不好看 所以 你就要解釋一下 你待會 如果有市場 改稅一下 你就讓大家猜 地用科 地用科科長對不對 那個 李科長 我們說是 一項 第一項 跟那個 航教堂 跟實況的不一樣 所謂 英雄老百姓的管理 但是他對頭 沒有用到 中央 跟那個中央協調 對不對 所以 中央 大英 要來改變 這件事 對不對 來改變 因為我們在電視 我們在第一項 不行 改變第一項 對不對 不然你用其他的方式 做處理 不可以應付我們市民的管理 那這件事情 他處理得很好 這處理得不錯 頭髮尾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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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當然 當時你們有在說 對不對 是說事實 你們了解一下 要再鼓勵一下 應該去市長去市長 中央社區 我們剛發局中央社區 公司 他們的資本回來 但是他們的公司 都不可以做 一個五千五十五 不可以做 不是好現象 對不對 我們前面 我是前面 又拜託那個 中央社區 請市長 來處理 市長 有那個叫 安方母 去協調 公務局 用公務局的經緯 那個做 在廟 現在過了 還不可以打電 當然一個五千五十五 我們拿到一支 城市 還拿到四個金牌 四個金牌 三個蛋牌 整一個的時候 對不對 現在我們看媒體 台灣也是開的 依據就是 城市 對不對 是世界 國際上的第一名 這第一名就是 你們做第一順的 辛苦的打招牌 是一個性格嘛 但是以前五千五十五 我感覺這個不是問題 這個是很嚴重的問題 不是小問題 所以現在你們 看你們要騙經緯 對不對 還是要用公務局的經緯 對不對 那些維護嘛 好 他們叫的 他們叫的 這個 這個 官議員的富翁 對不對 來修理店 那些維護 他們的處理 不夠用 他講話講話 他要叫幫你幫你幫忙 也不是辦法啦 藏一下去也真的不好 所以 是不是你們可以說 跟公務局協調 還是你們要跟你騙你 來做一個維護 對不對 你們等一下再去找 一百五年三月開工 八千公務局 預計今年十二月完工 基於位移鳳山都市計畫區內 以北常樂街 南國台路一段東鳳山西 西河新街 中維樹枝街廊 面積約2.6公頃 不包含其中私有地 基地以北 鄰近鳳西國小 以東 以及南維公園 其他為住宅區 這是他的幾位 針對目前八千公園 規劃執行進度 八千公園整理整體設施室 將洗手間納入整個塊 洗手間納入整個塊 洗手間是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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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開拍國王的本來是扁鎖 就要做出力了 我是認為是這樣認為 對不對 你還要用到 藤信台塘發援園區的扁鎖 那他們說的 那是藤信去的 但是他們要做一個小的門 過球過 過一個風山 過一個小的門 之後過一個小的門 小的門 小的門是 讓我們關閉 沒辦法 那國王運動 那國王 對不對 那那修習的 那小勤的 那國王 那 這個 在那裏 做運動的人 情侶欺欺欺 你說的 是一個國王 在這邊這裡 還在台塘發援園區 對不對 我要說 如果他們說比較難的 我們還是撞不住了 說八就是這樣 你說的本事 你又要用 發動中心 發動中心 我告訴你 你一定控制了 說他們 他們唱我也會受錢 對不對 你沒有那麼消費 我告訴你 那邊做是一個經營的 他們的經營模式 他邊都是來搜尋的 你又不再用那 你靠廟 廟 說這個廟 廟也有開門 關門的時間 廟門也有開門 關門的時間 對不對 有時候 很辛苦 他完成 你不開門的時候 他也拼了 三十幾間 還有多數館 一些小孩子 還有一些 一些小孩子 主要人家都用到 你沒有開門 那邊做真的是不夠方向的 是不是這樣 這個問題 我們請局長 重視一下 等一下再回答 重視一下 對不對 歡迎他來做開門 我們要開港 我們不需要用湯匆的 他不需要用湯匆的 你要怎樣 你沒有去批料 都要是各種的財產 還有說去整個 我沒想到 我學了你說 都去得很漂亮 真的 含是部門筆真的有的筆 我告訴你 所以我們真的 比較心中 這個變數的文 先來解決一下 高雄社區鐵路地下化 鐵路地下化工程 風味高雄 高雄計畫 左營計畫 及鳳山計畫 接以新興行 合定 陸續執行相關制設計 以及施工作業中 預計106人 底同時通車 但是我知道是他的演技 應該 應該 這是整個他的距離 現在是一個 一個 比較嚴肅的問題 對不對 比較嚴肅一個問題 就是說 到底要再軟對 風山 建國路一團 要再軟對 風山開過 對不對 是比較少 不然你再加了六球 應用地應的發展 這個我們 這個請請 我們 因為現在時間到沒了 比較完工 是不是 後續的 要繼續整齣 等一下一起回答 未來立體設施位置 其存在的規劃 這就是這個 鐵路的經營 鐵路地下化 延伸鳳山計畫 計畫長野4.3公里 範圍尤尼亞區正義路 至鳳山區金五路 當初計畫 可定是總經費為 176.25億 營用 跨區加持做法 至45分攤 比例各為 達15% 相較過去的高鐵 地下化各階段 中央地方負配款 分攤比例為高 顯示不合理 待會兒聽你解釋說 是如何的 爭取與中央合理的分配 我告訴你 高雄館的 用到未來 真的在高雄館的時候 有些配合款 他都沒有騙醫生 跟中央在對抗 就是比例 他真的有太離譜 所以 本社覺得 我們的建設 很方便 我們不夠錢 醫生還在貸款 我們還在購錢 所以應該 政府中央 在合理的分配 的經營 你如果像污水來說 污水中央 就不夠做百萬元 以前 我們地方配有百萬元 那不是 在我們的財源 來講 不是減輕我們的壓力 跟負擔嗎 是不是 這方面 可以做一個處理 鳳山各位 這次105年的9月天 瀉道主體工程 於101年3月開工 預計計劃進度為69.72 實際計劃進度為68.94 其中 C412 這個標 這車站及奉送路段 隧道工程 於103.3月31日開工 實際進度為49.38 如果會2.99 請說明 如果不願意 405.91 100.60 我們 今天外面在看得到 剛才外面在看得到 外面在看得到 外面在看得到 應該是說到 100空氣年 10月 等一等 等一下 回答 現在是怎樣 沒辦法 100空氣 100空氣年 教育局可以在玩工 來請回答 請局長 總和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主席 謝謝蘇紀元 紀元在關心百神廟 我先為百神廟先說 沒關係 他要特別感謝我們百神廟的何董事長 以及我們的李建市 他們同意 來對我們廟 就是公園裡面 來出錢 來出爛 來幫我們 維護管理 以這裡表示感謝 局長 他維護管理 在以前 最早前那個公園 都在用的 所以他對 我們這間廟 我覺得廟 這個公園的廟 真的有需要 對不對 來給區府這邊 對不對 你區府做不到的範圍 他們的公園來協助 他們的公園來協助的話 這個過想真的很好 例如大家招會不願意 有錢 有誰就招會 我們參加 他說 中央的就是 我們要去 用西瓜 你看 我們要去 對不對 還是要給他去 他要去 他要去 不太多 來 謝謝主席 我哪在關心說 我們去廟的鄉客 或是我們去公園裡面 我們的運動的持人朋友 可能要用便室的問題 所以以我們的統計 廟內、廟內 還有社區活動中心 差不多有四間 南側有四間 你側有五間 有哪一間殘葬的廁所 另外就是剛才期完 我們有在說 它是我們鳳山掛冰 這就是台糖的 這個台糖的部分 它的殖層我們也有很多 所以我們一直在想 不管是社區裡活動中心 這本來就是我們所有的公共設施 那當然在公共設施的一部分 當然所有市民朋友都可以使用 這也不是說廟長專用的 關於機關保障、港店店 說我這樣就沒辦法同意做處理 你若不可以 我既然沒辦法說完 就是說我們的社區裡活動中心的廁所 整個這個公共設施 當然所有我們的市民朋友共同使用 不是歸屬任何一個裡 不是歸屬任何一個人 這個我想我們會跟民政局 跟鳳山區公所來做一個協商 另外就是說台糖那個部分 我們也會跟他來做一個協商 如果這些協商都不成 那當然很顯然 廁所的部分當然就不足 那我們就會跟廟裡 是他要去還是我要去 他要來維護管理 這種種我們再跟廟來做一個討論 所以首先我們來規定一下 我們來和民政局跟台糖 看能不能共同合作 不管可能說為何管理 大家要出一些錢 這個都沒有問題 這為了讓市民朋友 為了讓鄉客的方便 這個我們都非常願意來做 另外紀元在關心鳳山計畫的部分 確實不管在走營計畫或高雄計畫 目前的進度都是正常 唯有鳳山計畫有廟了一些 那最主要的也是 鳳山青年路油管遷移的問題 這個油公 我知道我了解 那個中油公司他也積極在做遷管 所以我們整個通車的時間表 在明年的年底 目前是不變的 以上 不好意思再補充一下 紀元剛才說 鳳山計畫比例分擔的部分 不管我們以左營計畫高雄計畫 我記得 它分擔的比例是25跟75 那我們鳳山計畫是45跟55 那當然我們是希望 減輕我們高雄市政府的財政 我們也希望提高到25跟75 目前我們是朝這個方向來做 以上 時間再給兩分鐘 我在講的意思 就是因為國雄的規劃 本來是 我坦白說 我一直在講 聽的事情 就是說 在整個團隊的運作的情緒 各方面的運作 尤其國雄開拍 跟土羅開拍 對不對 那邊差有夠多 我們說不會 這是歸公會 你的領得猶豐 這個我先給你肯定 但是在講 一個國雄的規劃 對不對 就是一定要有貶座 規劃 不可以整個國雄 沒辦法貶座 你只要用民政局 社區活動中心的貶座 你現在不是民政局的嗎 對不對 民政社區活動中心 它是交給你一定在管理 管理 管理裡面有卡拉OK 我告訴你 什麼三八的 哪有兩間廟 一間神工廟 一間紀仙廠 新人生命在 這 胡亂對不對 生命在請不來 他外面在請我 在請我 等沒人 還可以開到大聲 我告訴你 本來你廟到去的國雄 那個國雄 還在設計 外動中心在那 本來就是很不適合 我們說實在 對不對 那真的 那廟在 人生命在請 人生命 請不來 他在那裡 真的會痛苦到 所以沒關係 因為我告訴你 管理機關不是你 所以你沒有辦法應用它 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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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如果是你工具 可以去做處理的 他要管理 你也沒有辦法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但是說 道士館的問題 就是他剛才說的 你希望 你如果買 你就讓同意變更 讓剛才主義變更 讓道士教委員變更 變更 沒有出錢 再給你買 買之後 他關出來之後 又去道士館 去學 他沒有收錢 提供給孩子 千萬要給你們 買土地的時候 他也還要 是要做道士館 這個都可以來講 你聽到嗎 但是我們說實在 沒有你自己去 你去到廟宇為何 我認為是可以 對不對 看你們發動器 來 今天就是來 再請地政局長 中和黨 謝謝主席 謝謝 謝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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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 各位觀眾一定會 高級生日 來 請請 拜託 engo 我raum 条件的这个范围 主要就是 经过这样的税管厨 华安的资料就是说 这边条件起来 32 并专库区里面 32.5%的条幅 这是专库区平均 会有比较高的 行政区有比较高的 所以平均是这个数目的 这条件后的结果呢 现在准使用自用自替的税率 就是说达千文字的税率 是占48.5%的额度 就是说90万户里面有48% 48.5%是用自用住宅的税率 这个多多少 这平均一户 差不多324块 你如果是用一般的税率 所谓一般税率就是说 自用住宅税率以外 第一级的10% 千文字10的这个部分 价格有49.3% 49.3% 所以两个加起来就差不多97.8% 第一说百分级97.8%的人 他扣到的税率是千分之十以下的 千分之十以下的 千分之十的税率 所扣的 好 我只剩一点点而已 就是说这这样的税率是够差不多一千几块而已 基本税率是够一千几块而已 村的部分那就是一些大户 所以他的税率会比较高一点 还有一些 举办是 台湾局长 大臣 昨天是 关于那种东南厦区 其实我们市政府家都 显年都有那种 修缮的步骤 不过是对等部署 就是说社区管理会 所以委員會一定要出多少錢 我們市政府才可以出多少錢補助 如果是職業 因為公共設施定義的問題不一樣 你是在外面外部的 公共設施的一種 如果是社區裡面 每一個社區裡面 公設施是租房 共同要去維護去管理 那些公共設施 人工這座的經民建立 是有所謂的 因為每一個公設施 公設部分 我相信那是不可以 那是要政府部門看公共設施 這是主管機關是誰 他要去辯的 有算去維護 是 這是大家 這是我們 是 好 好 謝謝蘇原成議員的質詢 再請登記發言的陳麗娜議員質詢 時間15分鐘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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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看一下公務局 有要成立一個叫做 高雄市道路挖掘管理中心 其實台北市跟台南市 在我們氣爆的那一年 他們就做檢討了 他們也一樣 大概成立了類似的一個管理中心 但是我們在更早之前 大概在民國100年 101年的時候做公告 就是我們的高雄市道路挖掘管理制製條例 其實那時候就有了 那也就是為什麼 103年發生氣爆的時候 我們常常拿這個 道路挖掘管理制製條例出來說 那時候就說 應該照度理依照這個 應該善愛付錢 常常都拿這個條例來說 那是為什麼 因為我們發現就是說 在這一個高雄市政府 後來認為在石化管線市上 不屬於高雄市政府所管 結果這個條例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你們也有提到 就是相關的部分 那它有講到就是類似像 電力電信自來水排水污水 然後那個輸送這個 那個石油跟輸送氣體的 其實都包含在內 那在這個管線裡頭 其實當時已經有這樣的自治條例 也是公務局在使用的一個案子 那但是我們現在看到就是 在這個部分 我們除了就說平常 因為我們要搖會比較公算 那不知道哪一個管線要挖 有時候是電線 有時候是電纜 有時候是自來水管 什麼線 無所不有 那在這些挖這些管線的時候 照道理來講是各個單位都要匯集 匯集之後呢 我們再去看看 就說下面管線的狀況 做了匯刊 確認不會挖到之後 看怎麼來挖 但是呢 真的這麼多點 每一個點都有辦法這樣做嗎 就我所知 實際面上面是不可能的 所以呢 有一些點是不可能這樣挖的啦 那這個條例沒有辦法 實際上做到的時候 那也有可能挖完了以後 我們常常被民眾 抱怨啊 那個路面坑坑洞洞非常嚴重 凹凸不平的 有時候問你們說 那個路是怎麼來看 我們要怎麼來檢驗 後面的這個 怎麼驗收過關的 總是有一套理論 就是要怎麼樣啊 跟地面上面相差0.5公分啊 什麼之類的啊 拼外賓啊 要去牛啦 做什麼 好 這些都有了 法律都有了 但是問題 實際面上面 你叫民眾來歡迎一下 你就知道事實上都沒有做到 大部分民眾 抱怨的聲浪非常非常的大 那怎麼會這樣咧 你現在到那個 中山路上面去開車開一下看看 你看你輪胎發出的聲音有多大 已經好久一陣子了 然後呢 從台中來的朋友 從台南來的朋友 老師講說 你們高雄市的路面怎麼站你壞 市区走著的時候 讓人們責任 怎麼會這樣 我們不是 老師都說自己有多努力 然後做了多少的事情嗎 然後怎麼錄怎麼鋪嗎 怎麼研究 就說怎麼樣能夠 讓我們的大卡車壓過去以後 比較不會有什麼損害的狀態 但是說真的啦 你說越多 到最後我們還是要看到 到底你們呈現給市民的 這一些用路人的 用路品質 到底是怎麼樣 說起來 今天感覺不太好 可以讓所有的市民朋友去做檢驗一下 你自己去宿舖 市民朋友想看看 你們在路上開車的時候 對路面的感受是怎麼樣 大家都應該都會講不好啊 我從很多朋友的反應裡面 都會覺得 今年又比往年更差 那到底是怎麼回事 那我覺得這一點先給公務局的各個長官們做個參考 就希望看明年能夠更好 不要就是說讓人家路一直陷一直陷 那我們現在要講的 講到的就是有關於我們現在要成立的這一個 叫做高雄市道路挖掘管理中心 這個部分 我就說台南跟台北其實也做了 那其實他們當時也是看到了高雄這種狀況 他們非常非常的擔心 所以他們就覺得就說那他們自己也要趕快來建立地下的圖資 然後知道地下的所有的狀況要做一個管理 所以其實他們在104年 我們103年發生的嘛 他們在104年大概一年之後 都相繼的成立這樣子的一個管線管理中心 那我再來就要講的就是說 103年發生爆炸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很心痛 然後後來呢我們也很高興就是在金發局 就說要承擔起來所有的管線的部分 一熬 只要是10化管線 由金發局來管 然後呢 金發局的這個部分 他們經費是由這個所有的10化業者去籌促經費 然後呢成立一個叫做管線管理辦公室 也就是我們俗稱的OPS辦公室 在上個月 山多路跟凱旋路的氣體的外洩的部分 我看了一下我跟消防局長要了所有的簽到的順序 上限搞散萬搞 消防局一定是最快到的 環保局 公務局 最後才是金發局 那金發局提供圖資和通報要搞這樣有像話 像話嗎 是不是 所以在這樣整個的狀況底下 OPS辦公室看起來 上一次前一年的計劃裡面發生了一大堆的人事的問題 然後呢 人員等於上一批的六七千萬等於是砸到水裡面不見了 現在重新再來完全不上軌道 那公務局又要成立這樣的一個辦公室 那我就想要問了 這個管理管線 這個管理石化管線 會不會到時候如果發生事情的時候 還找不到人啊 到底是這個還是那個 現在消防局長跟他說 OPS辦公室最大的功能就是一來的時候 我們圖資全部都可以看到了 那我就想問啊 那這樣子道路挖掘管理中心 圖資可不可以看到 你們是不是要靠金發局 是不是現在所有的資料都在金發局 然後呢到時候你們要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所有圖資資料再從金發局來 是這樣嗎 以前我們期待所有的圖資都是在公務局 因為公務局以前有在管線科 所有的東西都是在那裡處理的 但是自從我們制度又改變之後 到底現在要怎麼做 將來如果又有一天發生了類似的狀況 我們會不會啊 就是兩個和尚沒水喝啊 哪咪一公一哪咪一公一 到底要找誰 我們會不會發生的時間 在時間上面又被拖延了 誰又互推皮球的狀態 現在要成立這個辦公室 我實在有點害怕 不是錢的問題啦 錢你們已經找出來 也開始在做影像監視系統的裝修 統包的工程 上個月發包了嘛 那預計這個管理中心要花五千多萬 欸 差不多喔 跟OPS辦公室的錢差不多喔 兩個家庭 等於每一年啊 花在這個地方 高雄市的管線上面超過一億 兩個單位超過一億 這樣 我是問公務局長啦 我比較期待啦 因為我很害怕的就是 趕快到時候不知道什麼要處理 那我在這邊建議啦 你可不可以跟金發局長兩個 合作這個 乾脆兩個併一個 不可以讓你麻煩啊 是不是 都是管管線嘛 那那些喔 聽起來 結果他們也沒有專業 也不能去測什麼氣體 還是要依環保局啊 也是要環保局去切啊 所以呢 對他們來講 他們只有圖資的功能而已 有沒有辦法 公務局的部分 有沒有辦法跟金發局 乾脆併在一起 成立一個專門 高雄市所有地下 所有管線的一個管理中心 局長請回應一下 請局長答案 謝謝主席 謝謝陳議員的關心喔 其實我們 整個道管中心喔 的成立之前喔 我們也跟台北市政府 跟台南市政府 有做過研議啦 也互相觀摩啦 只是說要把 最主要的目的 是要把我們既有功能 如有再加強啦 剛才議員在說 就是OPS的部分 是不是要納入 我們這個道管中心的部分 其實我們的 也跟他們檢討過 只要我們成立之後 他們的人也會進來 等於是說 不管是實化管線的部分 不管是公務局 在管八大管線的部分 這個都會互相整合 這個互相整合 整個圖資都會互相流通 是 看起來是雖然納在一起 但是單位上面 還是有所不同嘛 我在建議啦 下一次你們在那個 互相再討論一下 有沒有機會 把兩個併在一起 這樣子真的 將來會對高雄市民 才是一個有幫助的 我們都知道 只要跨局處的難度在哪裡 你們當行政首長 非常久了 都了解這個問題 所以不要再認為 就是說橫向聯繫的部分 能夠做到多完美 我們只期待在事情發生的那一刻 我們有一個直接下命令 然後直接在最快的速度 可以解決問題的 所以我再拜託局長 私下再去了解 有沒有機會 把它整合在一起 這有期待 就是說有一天 能夠看到這件事情 能夠這樣來做 那不論工作落在誰身上 只要高雄市民是安全的 就是好事 來 謝謝 那接下來呢 我要提的這個部分 是有關於 最近大家都吵得非常熱門的 就是我們地價稅的問題 明年的五月又要增房屋稅 所以呢 從現在十一月開始炒 炒到五月的時候 還會有一波 問題不是剛才這樣而已 我在這邊就要提一個例子 就是說 有一個 這個我服務處其實 接到了非常非常多的 這個地價稅的稅單 這是就是拿了一份來看 其實它的土地 並沒有變比較大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它也就是一般的土地 跟自用住宅的部分 也很清楚大概是多少 但是呢 它就是增加一倍 它的地方就有 它在小港區的這個桂林 桂林那邊 那這個區段 是孔宅段 這個地方呢 有辦法說增加一倍 真的也是不簡單 那當然一般的民眾會覺得很生氣 因為我剛剛聽到的 那個局長說的時候 就講說 其實差不多一般 百分之四十幾都差不多 增加差不多幾百塊 然後呢可能在那個 一般的土地的部分 有百分之四十幾 又是增加將近一千塊錢左右 聽起來好像不大 但是隨便拿一張都很多啊 我不知道是怎樣 這個落差真的很大 然後其實它也是一般的老百姓而已 它也不是什麼比較特別的 就是說它什麼樣的特別的狀況 所以很多的民眾收到 這次收到地價稅 其實感覺真的很嚇人啊 我們光是看一下 我們從民國一百年到一百零五年 我們地價稅徵收的狀況 一百年的時候我們大概增到八十億左右 然後呢在一百零三年的時候 大概在八十四億 那一百零三年 一百零四一百零五 那幾乎差不多幾乎 我們跟一百零五的時候 我們就差不多 跟古年比啦 就加四十四億 如果跟一百年比啊 差不多加到五十三億 就多了這麼多啊 高雄市是不是真的有這樣子的一個 機會可以增加這麼多的稅 那當然增加稅有很多很多的原因嘛 為什麼要淘漲地價稅 各縣市現在說法分歧啊 有人也怪給中央啊 是不是 那我待會就要請局長先回應一下 就說高雄市是為什麼要漲地價稅 那這些地價稅 我們都知道地價稅是持有稅 你就是每年都叫嘛 所以地價稅的部分 它到底民眾有直接獲利到什麼東西 它又不是土地增值稅 我在交易的時候 因為我交易的行為 我就要繳一個比較大的稅 那當然可能大家都還可以接受 但是當它是持有的時候 我躲在這裡 然後我稅還不斷地增加 對很多人來講是沒有辦法負擔的 有一些比較特殊的狀況的 它可能 他的土地的爸爸媽媽落下來 他就是躲在這裡的 然後呢你一直把它漲 說不定他自己本身的經濟狀況不好的時候 那些人怎麼辦 那些人怎麼辦 那這一個課稅的辦法有沒有問題 沒錯你是要擴大你的稅機 然後呢可能比較趨近於市價的最後 可能是要你要政府要達到這樣的目標 但是如果它是自住的 如果它是自住的 這種情形不會太殘忍了吧 我就一個房子 我可能我就住到老 我還傳給我的小孩 對於這些人來講 不論是地方政府 或是地方政府 有義務要反映給中央政府 都應該要在反映之後 處理這些問題 再來進行課稅的動作 但是現在不是啊 你說起就起啊 民眾沒辦法歡迎啊 他就只好乖乖地跟著腳了 我看了一下台中的 台中告訴台中的議員的資料 他說台中其實課的不多啦 我們都知道現在吵得最兇的就是台中嘛 就台中是怎麼樣 他說一百塊台中只課了十六塊多而已 他說喔 台北課到二十六塊多 高雄還課一百塊還課二十四塊多啊 高雄第二名 高雄有什麼資格排第二名 高雄有什麼資格排第二名 課的還挺重的耶 課的還挺重的耶 怎麼會不重 局長你會不會看錯啦 你看全高雄市 影響人數大概是全六度裡面第二 我們開征的稅啊 收到的也是全國第三高啊 稅額的成長率是全國第二高 台中的漏氣七期大家賺到 是不是 結果咧 他們課了多少稅 他們課了八十八點二億啊 雖然他們是成長全國最高的 大家在那叫我 擔心 他們也沒給我們課得多 時間再給兩分鐘 謝謝 我們可以看到的這個結果啦 其實 嚴重的影響到很多人的生活 已經超越了百姓的負荷 現在什麼都漲 只有薪水不漲的狀態底下 政府單位也不斷的在各種不同的稅上面 做漲稅的動作 那民眾呢 唯一可以感受的就是 荷包裡頭的錢不斷的被掏出去 地價稅無疑是雪上加霜啊 那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難道政府沒有感覺到嗎 政府只有感覺到就說 我這樣子一增 我就增了 增加四十四億的地方稅啊 等於監護給四十四億的錢用 地方政府多四十四億可以用 但是人民的荷包裡面 少了多少錢啊 這種從人民的口袋裡面掏錢的動作 其實是必須要非常非常的小心的 但是現在政府所考慮的 會不會太少了 會不會太少了 所以在這樣子的一個狀況底下 我是不是看到就說 台中的這個他們叫做稅務局 也提出來就是說 他們要跟中央反映一些事情 希望中央在這個財政部的部分 降低這個土地 就是我們剛剛提的自助的這個稅率的部分 然後呢 要緩步的 延緩這個增收 緩步的恢復這個全額的增收 但是呢 它是緩步的 它不是一次到位的 有可能慢慢來 慢慢來就好 我們上一個調整也不過9% 上一個三年的調整也不過9%多而已啊 這一次調到30幾% 沒錯你們是要想要逐年的增進 你們從中央的法開始去修嘛 你三年要檢討一遍 你是不是有辦法說你也可以 譬如說今年如果漲 也有可能明年跌啊 明年跌你們低價稅有沒有要跌 也沒有啊 你也是三年檢討一次啊 跌的時候民眾怎麼沒有想 時間再給一分鐘 謝謝主席 我最後要把我這個部分要先請局長這邊反映一下 就是說中央其實有很多地方可以做 那在這個法的部分 如果是涉及到中央可以改的法律的部分 我們是不是要求中央應該要把這個 我們自有的稅這個自助的稅率的部分 再把它往下調 然後呢我們調整的幅度 將來在我們地價評議委員會 不要這樣用啊 你如果你的目標是要怎麼調 你緩步的去調整 然後對於自助的部分要有一個 讓它有一個就是比較低的一個方案 讓我們自助的部分啊 不用說喔 常常都受到那些價錢的波動 我們通常對於自助的部分 應該可以最優惠的啊 讓我們住也可以住的安心啊 但是現在連自助的部分 大家都覺得有壓力了 這才是問題啊 那 那 我們現在在調整 我們 六年不講 這樣子 調整不回落 那 我們在這邊喔 聽出來的一個調整 請地震局長答覆 謝謝 這個主席 謝謝陳妍的指教 剛剛提到這個 台中市 它的那個稅額 沒有比我們高 主要在我的這個資料裡面 它原來的基期就比較低了 所以它這一次是調的是最高的 它調了38.25% 是全六都裡面最高的 它就是要把那個基期要把它拉上來 因為地價一直不斷的飆漲 它要把那個公告地價 拉到一定的一個水準 這個 當然它會慢慢慢慢上來 第二就是那個 自用住宅 它本來就有優惠的稅率 它是千分之二嘛 它本來就有優惠的一個稅率 這個漲幅的一個調整 它是根據過去 過去三年來 它裡面的這三年的一個 這個地價的景氣狀況 變動的一個狀況 加上那考慮那幾個因素 它所做成的一個 另外它主要就是 這一次內政部 它要求各縣市 平均的一個調補 它不得第三年公告限制的一個調補 所以全台灣地區都是三成以上 包括台北市 新北市 新北市還比我們高 台北市是比我們 不過它新北市的那個地價本來就很高 它稍微調一點點的話 民眾的一個負擔就會多一點 另外 剛 這個稅立的部分 稅立的部分它是 稅立的部分它是中央訂的 當時如果要建議的話 基本上他們有他們的一個 因為這是中央的一個權責 現在已經千分之二了 千分之二了 這個是屬於地方稅 千分之二 照理講一般的自用住宅稅率 影響都不會很大 所以剛剛提到說 三年太長的一個時間 現在中央據我了解 它是有想要修改平均地點條例跟土地稅 想要把那個時間縮短為兩年 規定地價一次 是有這樣的一個研議 不過還沒有立法通過 還沒有修法通過 這是跟陳寅報告 另外提到孔宅那個個案 那個地方是不是重畫區裡面的土地 如果是的話 它重畫完成以後 它大概有兩年的一個減半的一個優待 等到過了兩年以後 它地價就要全額 按照它的申報地價來全額課申 所以剛剛你也提到說 台中說稅比較低 最近台中的市民也有在反應 報宅也有在反應 他說16萬到最後課出來了是166萬 到最後人家查的結果 結果齊底的結果 它那個有當中屬於住中住宅的只有60坪 只有4000多塊 剩下的那個錢都是什麼 都是重畫區裡面的土地 它總共有800坪 所以我們這一 那個重畫的部分 它如果是還沒有點交的部分 那等於是說 還沒有點交給它的時候 它稅的部分目前是暫時會課不到 但是你點交給它等於是開發完了 它可以利用的話 那它就要充分合理來使用它的一個土地 這個本來開發完了以後 就要做最經濟有效的一個利用 所以我們這次挑的一個重點 大部分也都是在這些政府投入重大建設的一些地區 包括這個高捷運站 廠站 還有這個高鐵周邊 以及這個新開發的地區 雅灣區 以及這個交易熱絡的一些地區 雖然沒有重畫 但是它交易非常熱絡的 這個都是這一次地價調整的一個重點地區 這個稅的部分 是我會把這意見還印給財政局跟稅建處 謝謝 謝謝陳議員的發言 陳議員如果還要相關的資料 請地政局保持聯絡以提供 謝謝 休息十分鐘